很简单的一个就是return,有return值的一个类别方法 这个等于是有回传值的一个类别方法,我们叫做函数 那这个方法程式需要使用到return的关键值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函数的话,一定需要return 如果你没有return的话,就会产生错误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像这边有一个convert,temp 就是说摄氏温度要转华氏温度 那公式的话是9.0乘上摄氏温度,再除以5,再加上32 就是回传回来就是一个华氏温度 好像因为我们这边用摄氏温度,那华氏在比如说美国 加拿大那边是用华氏温度 所以应该也需要一个摄氏转华氏,华氏转摄氏 不过华氏转摄氏要怎么,应该公司也可以找得出来 我想自己在搜寻,Google一下,应该有一样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假如说我今天 要用一个简单的程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第一个当然,这个也可以写成APP,或者写成web都可以 比如说温度37度,那华氏温度应该多少 37度就是98.6度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基本上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的话,一样是man,这个我想没有问题 一个是入口,那进来之后的话呢,我就利用什么呢? Jial champagne好了,因为感觉用scanner 感觉就是有时候还是不太方便 用Jial champagne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我想这个用很多了,show in the dialog show出来,然后用什么呢? 用double里面的value把它转型丢给这个C 那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有小数点 比如说37.5度 因为它是double嘛,按确定它接收到的话 也会有37.5,有小数点部分 所以我们用double的方式 再来的话,这边会建立一个所谓的 这个converter temp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function 那特别注意呢,这个function要如何建立 首先的话呢,请你在这个大瓜壶的外面 加上一个static 如果没有那个存取修制值的话,它用预设的 预设的 通常指的应该是public 就是可以被存取的 然后呢,这边的话有个double 就是说这个double指的是什么? return回去的一个资料形 一个资料形态 那再来的话呢,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函数名称 就上面这个 后面必须怎么呢? 接一个所谓的这个参数 那参数部分的话呢,因为是一个double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也是个double 你不能说 两边的资料形态不一致 或者是不能互转的 都不行 这个地方的话,特别注意 那我这边的话是放一个double进来 那double进来之后的话,这个参数进来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边有个关键叫return return的话,return回去 后面加上一个所谓的一个公式 直接把公式 或者是说你可以计算回去 你可以再增加一个变数 等到计算完毕之后,再return回去也OK 那我们把这个公式带进来 把9乘上c除以5加上32 这个公式放进来之后 那return回去的话呢 它是一个double 所以return回去的话呢 我们这个值的话丢给哪里呢?丢给f去做一个储存 再来的话,我们用show input dialog 这个是magic dialog呢 然后把它show出来 OK,那所以最后看到的话 就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边如果50度 enter之后的话,122度 OK,那也会小数点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